今天是5月30號 等一下要到開南大學區 因為在2019年這次的選秀會上 開南會有蠻多不錯的選手出來選秀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拜訪他們的學校 尤其是國底建復中教練 他也是我國中高中的學長 也會問問他一些想對這次選秀的想法 他有沒有什麼意見 有一句話在我們棒球界裡面 他說你要成為一個好的棒球選手 首先你要先成為一個好的運動員 然後剩下的也有說打完結束的時候下午 在傳生上場來打擊 好這一棒來看一下中間方向的飛球 結果是直接落入中外野手的手套 來看到換上的投手是劉宇軒 這球在二雷方向的滾地球 傳向一雷是直接刺殺出去 一雷是直接刺殺出去 一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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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想說那個沒有 還不然那是什麼 因為自成 你就自成 因為 他一直太過分了 以律耶 沒關係 大概就是 會考慮的比較 想要考慮的比較 宗權 所以當初我會想說 那可能就要特別找 大學生嘛 因為經驗上 所以這所以 不過我覺得說 其實也不用 其實只要 這些選手的能力 足夠 我覺得是 不錯的人選 看到現場的是 衛權輪隊的辦公室 在同步做一個幕僚 會跟現場的球團代表 劉濟宏 恭喜劉濟宏選手 成為中華集邦 2019年的選秀狀元 好的 答案揭曉答案是 這一個 因為大家認為是 三遊泡的劉濟宏